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比战的满意度并没有那么高 分涌的后浪 2020年比战以此前从未有过的闪亮形象 突然出现在资本面前 2019年12月31日 各大卫视为了元旦晚会摩拳擦掌 暗中较量之时 比战的晚会横空出世 吸引于8200万人在线观看 豆瓣平分9、1、力压群雄 4月9日与比战有数年合作历史的索尼公司 宣布斥资4亿美元 增持比战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约4、9、800分号 总持股成为比战第六大股东 从此比战同时受到阿里巴巴、腾讯、索尼三大资本巨头加持 还有高零资本等投资机构的持续增持 5月3日晚开始 人们的朋友圈大多被比战制作的一个名为后浪的视频刷屏 无论收获的是褒奖还是批评 该视频都引起网友数日激烈的讨论 比战更是借此强势进入之前非用户群体的视野 如此高光的比战 在2013年起步时整个公司只有10个人 此前比战一直被贴着二次元 披着檀幕外衣的游戏公司 小破绽的标签 用户常常调侃 特别害怕有一天小破绽倒闭 即便如此 比战一直默默发展 从围绕ACG动画漫画游戏 只有6个板块的 纯二次元社区 扩展到20个板块的综合性网站 从什么能在比战上看 到什么比战不能看 比战的板块分类 默默耕耘的比战在资本市场 也收到回报 从年初开始 每一次的曝光都会体现在股价上 4月22日 bilibili股价最高达30.50美元 市值正式破百亿美元 达到105.84亿美元 不到一年 比战就实现了董事长陈瑞 2019年曾在内部宣布的小目标 三年内 比战市值要达到100亿美元 5月13日 全球最大的指数公司 名胜公司MFCI公布了2020年 5月份半年度指数审议结果 将比战纳入 MFCI中国指数 5月29日收视后生效 比战的用户定位为Z世代1990年至2009年出生的人 2019年 Z世代占到B站82%的用户 从QuestMobile的统计来看 比战是目前Z世代最集中的APP 出身低微 B站AQ粉出错时的后花园和备胎的小破绽 已经跟着Z世代一起长大了 回头细想后浪 一句奋勇吧 后浪大概说出了B站自己的心声 成长的烦恼 然而成长中的B站面临着许多烦恼 通过财报看出 B站上市两年多共亏损超18 2亿元人民币 且亏损额在逐年增加 最近两个报告期亏损有加速趋势 这并不是最令人担忧的 由于硬件成本 版权费用 中国用户付费意愿较低等原因 视频网站目前亏损都是正常现象 第一破圈的过程 破坏了原来社区化的生态环境 导致老用户流失 B站最初作为一个 专作二次元文化的网站 壁垒较高 用户特性强 这虽然导致用户数量增长缓慢 但是年性高 B站用户 把充会员 打赏等花销 都称作补贴家用 互相之间情感 关联极强 破圈的过程 使B站视频 覆盖的内容越来越广 亚文化的小群体 在该网站的存在 感越来越弱 从原先的UGC用户生产内容视频平台 转向囊括直播 PUGC专业用户 生产内容和知识付费等 多元化泛娱乐平台后 内容生态遭破坏 强互动反馈的社区属性被削弱 坚持原有社区调性的忠实用户 逐步流失 新旧用户之间的冲突逐渐显现 用户体验和用户年轻正在慢慢下降 B站现在正从稳定向加速转变 如何吸引新用户时尽量留住老用户 如何进行平衡 是B站面临的问题 第二 年轻的UP主和用户容易受到误导和煽动 容易出现冲动和不理智的行为 年轻化是B站的优势 也是B站的危险 年轻化的UP主更有激情和理想 能上传更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视频 但同时 如果受到误导 攻击或诱惑 他们很难保持理性 冲动的时候 容易忘记自己的影响力 进行网络暴力 造成社会问题